今天给大家剪一个 大叔从小能和动物唠嗑 帮助自己的狗子追到一只森林野狼 而且要帮着动物园的熊老大找老婆的故事 咱们的故事成绩上一步 老独在当上涉意之后 便成为了动物帮的老大 每天都要给动物们挑起纠纷 比如说为结婚几百年 已经麻木的老乌龟 让他们重回初恋的感觉 完了还要安抚鳄鱼小弟 不要伤害人类 不过这通常都是适得其反 由于和动物们关系太好 连老婆生日为小老鼠来庆祝 结果惊喜变成惊吓 这天一只干村面小弟 说他们老大遇到的麻烦 鉴于干村面苦苦相求 老杜便拿到了森林 海里老大还准备好了鱼 报答老杜 原来呀 最近有个叫光头墙的家伙 在破坏森林 由于不能讲话 也没有武器 可怜的动物们只能求助老杜 看着被破坏的森林 老杜心胜一技 要打败光头墙 那就必须找来熊大 很快他就想通过上诉 把熊大从马戏团放回森林 显然法官也不好怎么处理这个案件 你们看着办吧 熊大是一只马戏团的演员 长得老帅了 老杜先是用脆化的照片诱惑熊大 但是熊大觉得在马戏团 好吃好喝 当个单身狗熊 不也挺好的吗 再说了 就算回到森林 吃什么呀 上完厕所 还用树叶擦屁股搞毛线呀 而老杜请熊大回森林的事情也上了新闻 望头墙看着新闻只是觉得可笑 在老杜搬到森林之后 跑腿的二哈子在撒尿的时候 看上了森林里的母狼 大妞 这也为十足呀 可惜 大妞根本不喜欢没野性的二哈子 老杜在森林发起了慷慨的演讲 小动物们纷纷响应号召 前来开会 原来 他把熊大成功骗到的森林 可惜 这货只知道跳舞 根本被森林之王的霸气 看到动物们都邪气跑路了 熊大本想打推断鼓 但是看到翠花的那一刻 终于有勇气了 老杜替熊大表白 结果翠花觉得 熊大就是个胆小鬼 第一次见面 熊大就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老杜向翠花承诺 一个月之后 一定会让熊大变成纯爷们 晚上 老杜带着熊大 看动物世界 告诉他 什么叫捕猎 可第二天才知道 熊大连游泳都不会 更加别提捕鱼什么的了 连鱼都在看笑话 既然水里抓不到鱼 那就在陆地搞吃的吧 虫子不敢吃 连野外的野果子都不认识 熊大放在野外 估计三天都会饿死呀 老杜告诉熊大 实在不行 叫冬眠 可熊大就问了 这洞里连厕所都没有 那爸爸怎么办呢 老杜说 冬眠前 屁股是要塞台险的 熊大是彻底不干的 再次喊着要回家 老杜劝熊大 你如果离开这些小动物都会隔壁 没办法 熊大只能硬着头皮留了下来 老杜想把熊大关在棕熊监狱 和坏蛋关在一起 总会学坏吧 可一个接电话的功夫 熊大竟然教会坏棕熊唱歌了 这画面实在是太失败了 这边二哈子 为了追求大妞 狗粮都留给了他吃 老杜痛斥二哈子 太没骨气 结果自己转头 就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 熊大每天晚上抱着零食吃 根本就没法在棕林找吃的 白天也只能看着翠花发呆 当熊二赶来时 这下熊大的粗坛子 是被打翻了一地 再看到老杜 怕老婆之后 熊大算是老子开窍了 好不容易爬到树上打招呼 结果也越太胖 甩了下来 完了之后 又躲在洞里挖厕所 最后 好不容易 钓来了一条鱼 这下可算惹得翠花 和自己讲话了 两只大家伙也终于成为了朋友 而二哈子也和大妞 有了新的进展 终于可以在大妞的领地撒尿 翠花告诉熊大 他最喜欢的 就是吃蜂蜜 熊大立马说 他可以去抓蜜蜂 你等着 实际上 熊大是来找老杜求助 问他哪里 可以买到蜂蜜 反正冰箱里 他是没找到 小动物们告诉熊大 蜂蜜就在悬崖边上 熊大为了爱情 连小命都不要了 这个是把老杜和翠花给集化了 这要是掉下去狗屁怎么办呢 熊大不管这么多 抓着蜜蜂巢就是干 还好熊大在马戏团是干过杂耍的 终于大量不死 取到了难得的蜂蜜 就这样 熊大为了牺牲的勇气 成功打动了翠花 这傻乎乎的模样 就是翠花最喜欢的傻熊 逛得墙则趁机 偷得放那一枪麻醉 熊大被逛得墙 偷到了小镇 还诬蔑他 想要闯入小镇吃人 熊大和老杜再次被告上了法庭 老杜很难过的告诉熊大 他将要永远的离开翠花了 可熊大此时只想见翠花 根本不想回马戏团 老杜再次拿到森林 发动动物们帮助熊大 小动物们为了对抗光头墙 誓死的也保护森林 光头墙看到 这么多小动物也不敢轻举妄动 农场里的懒牛 还有鸡胜的母鸡 都罢工不干活 海员馆的海豚也抗议 连狗哥也开始绝食抗议 熊大蹲监狱 眼看见动物们都开始罢工 法官不得不让熊大出狱回森林 故事最后呢 熊大和翠花终于在一起了 关键是住进了有厕所的熊洞 二哈子也成功追到了大妞 而且还学会了狼叫 这里有了熊大和翠花的保护 动物们自然也保住了家园 每天不晓定 欢迎大家关注西瓜看定 本次有没有来源喜剧定 怪一杜利德 二